欢迎回来,来关心国际重要讯息 非洲之脚正在遭逢干旱,战争所引发的大饥荒 国际社会正在积极伸出援手,帮助那里的灾民 美国国务卿希拉蕊11号宣布将增加1700万美元的援助 同时呼吁索瓦利亚武装组织允许援助人员自由出入 希拉蕊宣布,捐助力度最大的美国 还将向非洲之脚灾区增加1700万美元的金元 其中1200万美元将援助给索瓦利亚 目前受灾最严重的索瓦利亚 当地的武装组织青年党不允许援助人员自由出入 对此,希拉蕊呼吁他们给予方便 让饱受饥饿的人们尽快拿到食物 在非洲之脚执行援助的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当地的饥荒越来越严重 当地的饥荒越来越严重 迪乌夫说,有大约360万索瓦利亚人正瀕临饿死 而这些人大部分都被青年党拦住逃生的去路 同时,援助的资金非常短缺 还需要上万亿美元 非洲之脚包括索瓦利亚、伊索比亚和肯亚等国 这里正在遭遇60年以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 而索瓦利亚的形势最危急 新台湾记者任号综合报道